但你发现没有 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 跟媒体有一个蜜月期 然后有一天蜜月期就结束了 好像突然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我觉得你跟媒体 跟公众就有一个漫长的蜜月期 然后某一天蜜月期 突然就结束了 你自己觉得呢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可能还真是有这种可能性 我以前没想过 我只觉得媒体可能 没兴趣了吧 对我 不是 兴趣一直有 因为这个 假如说他们对一个工作人物 有兴趣 也是三天换一波 是这个感觉 不会一辈子盯着我们了 后来这个媒体烂七八糟的 写的时候 有的这些记者我也接触过 都是那种小屁行 26岁的 跟我女儿一边大了 XX就不懂 真的 我也懒得跟他们说 你看你这句话要是 说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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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就不懂 对 你没法跟他说 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时代长大的 这个世界观什么的都不一样 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时代人的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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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时代人的都不一样